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晚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今晚的主題仍然是建立人的靈命 我們會講到關於得救之後必然的果子 首先,我會重複解釋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點是需要大家很清晰,千萬不要搞錯的一點 第一點就是得救,是怎樣得救呢? 我們怎樣成為神的兒女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我們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 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這兩樣的 我們得救不是靠行為,不是靠自己的 但是得救的人必定會有生命的改變 他的生命一定會改變 根據聖經是會有結出六類的果子 這裏就是說,他不是靠這些果子得救 但是他必然有這六類的果子 那這六類的果子是什麼呢? 第一樣就是,開頭兩樣都是跟救恩有關的 就是說他得救的時候,他會做的事情就是悔改 信靠耶穌,他會繼續悔改離開罪 以及信靠耶穌做救主 那第二類的果子呢?就是關係的 和神的關係,第一就是親近神 第三樣就是親近神 第四樣就是愛神 然後兩樣就是和行為有關的 就是遵從神和侍奉神 就是六類的果子 那我再說一次,就是一個得救的人必然有的果子 就是繼續悔改離開罪 第二就是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和主人 然後呢,兩樣和神的關係有關的 就是時事親近神和愛神 然後跟著兩樣就是和事奉有關的 就是和行為有關的就是遵從神和事奉神 就是說一個真信耶穌的人 他必然會有這六類的果子 而這些都是有經文支持的 是有聖經支持的 那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是斷章取義 只是拿一個經文就說呢 信耶穌就得救了 這件事是真的,信耶穌是得救是真的 那但是聖經也說到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如果人是沒有信心的時候呢 他的行為是死的 死的信心是沒有,不能夠得救的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信心是死的 那他是不能夠得救的 那所以他必定有果子的 如果他沒有果子呢 就證明他是有問題的 不過有些教會呢 我曾經去宣教的時候呢 有個牧師跟我說 他說我們這裡是相信人 總之信耶穌就可以了 他有沒有遵從神都好 他都是可以上到天堂的 那我不能夠跟他反駁 但是他很特別的 他就說 你可以鼓勵那些人去愛神 遵從神的 不過就不要說呢 如果他們沒有這些果子呢 就不能夠得救 那就是我會從聖經 講出這六樣的果子 是聖經講了 是必然有的果子 並且呢 是每一樣的果子呢 都有講到如果沒有的時候呢 是不能夠得救的 那麼我們第一樣呢 就講到呢 就是人呢 是會悔改離罪 不只是悔改 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會說 我經常都悔改 我經常都認罪 求耶穌寫免我罪 但是呢 他又繼續犯 那我又說呢 人人都會總有罪 不過問題就是 他是不是被罪控制 如果他繼續被罪控制 他說悔改 他求耶穌赦免 譬如他呢 是 時時傷害人的 罵人的 那麼他呢 就說我悔改 接著呢 他一轉身呢 他又再罵人了 他罵完之後呢 他又受耶穌赦免 那到底這個情況 他是不是得救呢 那這樣東西呢 是我們人有時候 不能夠判斷到的 不過神就判斷到了 因為神怎樣判斷呢 就是這個人 有沒有生命的果子 他有沒有 和神的關係 聖靈是否住在他心中 就是說這個人 如果有聖靈 住在他心中呢 他 聖靈是會繼續感動的 他繼續會回應聖靈的 如果 他說 就是悔改 但是呢 他又不改變 就是他繼續去 比如他又繼續傷害人 繼續說謊 繼續得罪人 繼續偷錢 繼續犯奸淫 繼續看色情的網 那麼呢 他又悔改 那麼我們怎麼知道 他得不得救呢 就是他這個悔改 到底是真心的假意呢 那麼呢 神會知道 因為呢 聖靈是否住在他心中 仍然住在他心中 因為聖靈會感動他的 但是如果他 他話悔改 他說耶穌就赦免我 然後他又再犯呢 的時候 他是 未必得救的 但是有些人說 那我們 都會有一些的罪 那麼 我就會說 首先我們真的會知道 罪的破壞性 我們真的會靠主去處理罪 就不是說 啊 我看色情網 或者我傷害人 都不要緊 我都 一有些不開心 我就會罵人的了 那麼他覺得呢 就是我都控制不了 所以我就會繼續犯這個罪 那麼我們需要知道罪的破壞性 知道罪的破壞性的時候呢 我們真心悔改 神是一定會赦免我們的 但是呢 聖靈會感動他去悔改罪的 如果聖靈感動他 你不要再說謊 你不要再看色情網 你不要再罵人了 他依然是繼續這樣做的時候呢 他是一路 就是他口說是悔改 但是呢 他就不是真的 真是悔改的時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就是說 不是只是悔改 而是去處理罪 那麼有些人 那麼他會偶然犯罪 但是他真的會處理的時候呢 他是 仍然是得救 就是他會回應聖靈的感動 他繼續跟神有關係 他繼續 他是嘗試去遵從 他有時候偶然會犯罪 但是我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 有些人他偶然犯罪 他真心悔改 他真的想離開罪 他依然得救 他仍然有聖靈的感動 不過我們是應該刻意處理罪 因為罪有破壞性的 犯罪是有破壞性的 所以他會馬上去祈禱 立即求神幫助我 立即去處理 立即say no 拒絕那些罪的意念 因為聖經是很清楚說到這些罪的後果 聖經是有很清楚說到的 我們現在就看看那個經文 我傳給你們的 就是在加勒泰書 五章十九節開始 情慾的事都是顯然易見的 就如奸淫污謂邪蕩 扮偶像邪術仇恨 增敬忌恨老奴結黨 紛爭異端 疾道醉酒 謊言等類 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 憑這樣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這個經文很清楚 憑這樣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即他不能夠成為神的兒女 不能夠進入天國 不是天國的一份子 而這裏所說的罪 有些基督徒都會犯的 有些基督徒都會看色情網 有時看著女生 或者是經常想一些帥哥 諸如此類 在思想上去想異性 或者是仇恨 憎恨 憎恨人 和人有強烈的憎恨 譬如說有個人 他領敬拜 另外一個 我要比你厲害 經常都想人讚賞 又會去看低另一個人 看低另一個侍奉的人 或者是忌恨 妒忌他 又憎恨他 老老去發怒 這件事 這幾多人會犯的罪 就是發怒 那就 結黨 即是說 是好像一班人 和另一班人對抗 或者是 在教會裏面 和教會裏的人對立 即是有些人 有時候教會會這樣 譬如說 有一個傳道 有些人支持他 他會有時候說 說另一個傳道不好 那些跟A傳道那些 就會批評B傳道的 跟B傳道的 又會批評A傳道的 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一個對立的情況 即是這班人 好像和另一班 就不會溝通 不想和他們說話 那我也都 參加過那些教會 即是他們說到 有些什麼事 都會吵架的 即是會爭執 那這些都是 聖經所警告的罪來的 然後跟著就是 紛爭 即是會 兩班人去競爭 去吵架 疾渡 醉酒 醉酒可以說是 喝醉酒 也都可以說是沉迷一些的 一些享受 譬如說有時候看電影 玩遊戲機 上網 即是沉迷在那些市場 方言 即是說是沉迷於吃東西 那 寶萊就說 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 行這樣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那有些人說 我都犯過這些罪 那我就不能承受神的國 那 所以我們需要悔改 即是我們人人都犯過 即是沒有一個人 是說完全沒有這些罪的 是必定悔改 我憎恨罪 知道罪的破壞性 所以我會離開罪 我求神赦免我 也都求主幫助我去離開罪 如果基督徒沒有這個動力 有些人信耶穌 信得很久 又麻木 跟神關係不好 又少看聖經 那他就會犯罪 覺得不重要 即是他會覺得 人人都是這樣犯的 有些人都是這樣 在教會裡面爭執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 沒什麼所謂 那有些人就會 給自己一些藉口 當他給一些藉口的時候 就會 他就繼續犯罪 他就會 令到他的良心 光硬了 光硬了 就是說 很多人都是這樣犯罪 有什麼所謂 我這樣犯罪 那就變了 是有危險 可以離開神的 神就給我一個德性五部曲 德性五部曲就是 當我們有罪 或者任何負面的思想 任何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馬上可以靠耶穌處理 那五部曲是什麼呢 我想問問有沒有人在這裏 記得 如果有人記得 你可以立刻開咪去回答我 德性五部曲的五部是什麼 記不記得 好 我這本書 輕鬆得性 是有 這個德性五部曲的 那大家是可以 你 就是你聚活之後 你可以跟我說的 你想得到這本書 告訴我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那些方法可以得到 那德性五部曲就是這樣 第一 留意 我留意我有罪 罪的意念 留意到了 第二 我深信它有破壞性 因為聖經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那什麼意思呢 人繼續犯罪呢 就會破壞他 和神的關係 破壞他和人的關係 破壞他內心的平安 破壞他 自己內心裡面的 就是和神的關係的靈命 就是整個人可以破壞 被魔鬼偷竊殺害毀毀 進入他的生命裡面 破壞他的生命 就是犯罪呢 譬如說 憤怒人 就會令到他和人的關係不好 又會令到他和神都覺得不舒服 就是覺得聖靈感動他之罪 他很不舒服 那就會影響他和人的關係 譬如說 一個人小祈禱 又會影響和神的關係 也會影響他和教會的參與 那這些全部都會影響 我們內心世界的靈命 影響我們和人的關係 也會影響和神的關係 就是每一種罪都會影響的 所以我們知道他破壞成 第三 就是聖經說什麼呢 聖經叫我們做什麼呢 聖經叫我們合一 聖經叫我們關心 叫我們輔助的弟兄姊妹 聖經叫我們祝福主的弟兄 如果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沒有做在主的身上 所以我們是需要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如果不是就要進入永刑 如果完全是靈 完全的改變是靈的時候 是可以進入永刑裡面 所以我們知道聖經每一樣的 就是說 我講到六類的果子都有警告的 首先我們講到第三項 這個得勝五部曲 然後第四是什麼呢 第四就是祈禱 祈禱求主赦免我的罪 然後求主加力給我 第六就是我選擇順服神 在我心中 譬如我在生氣人 雖然他不好 但是我生氣他 我不遙恕他 聖經說我不遙恕人的罪 先父也不遙恕我的罪 所以我知道這個嚴重性 我就選擇去看穿他 知道人都會有罪 人都會有做錯事 人都會有不好 那我就不去生氣他 我就去遙恕他 看穿他 因為我不遙恕他 天父也不遙恕我 而我遙恕人呢 神就會很歡喜 那這些都是一些 就是我們心中可以有的 處理罪 處理生命 接著我選擇聽神的話 我選擇不生氣他 我選擇 譬如說有一些淫念 我選擇不去想這些淫念 我即時去祈禱去親近神 放下這些淫念 那這個就是我們可以 心中選擇的 譬如說有個人 他很煩惱 煩惱都是罪 因為煩惱就是不信 令到人沒有力量 令到人會和神疏遠 會埋怨 所以當我們有這個煩惱的時候 我們選擇 其實神給我很多樣的恩典 我們處理罪的方法就是 一定要化解 譬如說我很煩 那些人對我不好 我現在很煩 那不是說不要煩了 不要煩了 我壓抑著那些煩惱 不是這個方法 而是化解 那怎樣化解呢 聖經說神很愛我們 神很關心我們 我們很寶貴 我們親近神 真的有喜樂平安 就是神來祝福我 我們做神所吩咐的事 神都喜歡的 我們遵從神 神都喜歡 神就會提升我們的生命 我們愛祂 神就會為 愛祂的人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生未曾想到的東西 所以我是很寶貴 所以我不需要不開心的 我可以想回神對我的幫助 我便可以選擇開心 這個德性五號曲 就是說 我這五點 我再簡單講講 希望大家記得 第一就是 我留意到 我有任何的罪 或者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然後就是 我知道有破壞性 第三就是 聖經教我怎樣做 吩咐我怎樣做 第四我祈禱 求主赦免和得力 第五就是 我選擇 化解那些罪的意念 我選擇順從神 明明正在生氣的人 我立刻說 神啊你幫我 化解那些憤怒 不要再生氣 我去搖延祂 看出祂 這就是 德性五號曲 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不要讓這些罪影響我們 因為這些罪影響我們 一定有破壞性的 譬如好像 如果我用我做例子 如果我發脾氣 有些人就會說 義務司你都發脾氣 你教人 不要生氣 你又生氣 人就會對我失去信任 就會破壞我的侍奉 就是我們任何做一件事 不好都會破壞侍奉 如果一個平信徒 他就會生氣人的 他就會破壞 但是人們對他的信任 就是人們會覺得 這個人經常發脾氣 經常都低沉 真的沒有人喜歡他的 就會令到人 失去對他的信任 和喜悅 就是一樣破壞 任何人都會破壞 譬如有些家裡經常吵架 他的生命一定會破壞 而去到最嚴重的程度 就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如果他真的完全沒有任何的果子 他可以不能承受神的國 所以我們這次講到就是說 我們第一樣的果子 就是我們會悔改和離開罪 悔改之後我們離開罪 就是證明我們真的得救 而一個真正得救的人 他犯罪是會覺得不舒服的 他不舒服的話 他就會 聖靈會感動 他有動力去改的 然後呢 當他繼續改的時候 聖靈會有加力給他 他越聽話 他就越收到神的聲音 他就越容改 他越少親人神 就越難處理問題 這個就是第一樣的果子 我們除了處理自己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一段時間 講到建立人的靈命 我們去幫人的靈命的時候 我們都是去 講給他聽 解釋給他聽 我們 罪的掙扎 解釋給他聽 罪的破壞性 而我們聽神的話 我們祈禱得力 我們親人神有力量 神就喜歡 神就祝福了 神就會提升我們的生命 去鼓勵他去處理罪 那有些教會 我真的有去過 有些教會 我發覺有些人 他們直接犯罪 是習以為常 就是 整班人 鬥爭 針對某些人 不按真理 不按公義的方法 去處理事情 就是真的 我見過這些事情 那他是不是一定不得救 未必 不過呢 真的有些人的良心 是好像 很多地方 遮蓋了 已經 麻木了 就是說 譬如說 他們對於得罪一些人 看少一些人 已經覺得是應該的 因為他這麼不好 所以我不喜歡他是應該的 他們會有些藉口 我會針對某一個人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衰 所以我就針對他 但是聖經沒有說 只是搖書 聖經沒有說 只是搖書好人 聖經是說 搖書什麼人都搖書 那 好了 我講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問題呢 就是說 對於這道罪 可以影響我們和神的關係 可以令到人 如果不悔改 是可以令到人失去救恩的 所以我們一定是 繼續悔改 離開罪 而有聖靈內住 聖靈是會繼續感動我們 悔改罪 那關於這裡 大家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分享 延牧師 我想問一下 怎樣去平衡公義這件事呢 比如一個人 他所做的事很明顯是錯的 那你不生氣 但是你會不會指出他的錯呢 會的 會的 但是我又不會用強硬的方法 我會引導他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用強硬的方法 結果是他未必會改 反而他會針對我 這個就是有效的 這個是有效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問題 我會分辨這個人那個 悔改的能力 真的有些人呢 是 他的心很乾硬 那 我們都是一步步引導他 就是我們不是想一下子 就整理他 就是說你這麼壞 那你就不會趕我們趕你出教會 就是我們不是想這樣做 就是這些是 不是聖經的方式 聖經是想我們用柔和的方式引導他的 那引導他可以 就是柔和地 首先我們在 比如在港台可以教導 在小組可以教導 關於處理罪 那也是當我們看到有些人 尤其是得罪人 有些人在教會裡面 大家都看到的 他會很容易去批評人 很容易會說誰不好 或者說閒話 那 作為牧師一定是需要去找方法處理的 那 就算不是牧師 就是其實任何一個信徒 看到有個基督徒 經常都去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傷害人、得罪人 是可以勸戒他的 但是勸戒他的 就不要說 你這樣罵人不對 你這樣怎麼行 那我們可以問他 你看到他這樣的情況 你的心裡面有什麼想法 就是叫他走開一邊 跟他談 你有什麼想法 你覺得用什麼方法可以幫到他 比如說我要罵醒他 那這個不是聖經的方法 就是罵人就會改變人 我們是用愛心說誠實話 去引導他 那我們想想什麼方法 所以這個也是需要有智慧去處理的 OK?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其實未必一定說 在教會發生的 就是譬如日常生活 你不僅遇到焦徒的 就是譬如可能 你有些朋友啊 親戚啊 家人不是焦徒啊 那 可能他譬如說 做了一些很錯的事情 那你有時候都要立刻制止他 要不然他會繼續做 繼續去傷害某個人 就是他未必是說傷害你 或者你看到他傷害兩個人 那你就要制止 那你制止的時候 你當然要強硬一些 就是你很難說 當然啦 如果能夠慢慢跟他說的 那當然最好 但是有些人 不是說你一說 他就立刻肯去改的嘛 就是有些人他完全 不覺得自己是錯啊 或者一會兒他明知道自己是錯的 他都繼續這樣做的 那 但是如果你不立刻制止他 他可能就 繼續傷害其他人的 OK 先說一句話 你說他做一些事情 傷害人 我們當然要強硬 你好像利用這樣的字眼 就是 如果你不停止他 他可能繼續做 就是 我意思就是說 譬如他做了一件錯的事情 他跟著不會繼續做 那你可以慢慢跟他說 慢慢了解他那個情況 或者他有很多難言之隱 或者他有些誤會 導致他有這個行為 但是 但是 如果有些事情 如果你不立刻制止他 他可能就會 繼續 會 錯下去 變本加厲的了 這樣 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強硬一些 就是 停止了他 不要再做那件事 這樣呢 然後 慢慢 再跟他談 這樣 OK 但是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發現 跟有些家人 或者跟某些人 用強硬的方法 是會有相反的效果 當然有這個機會 有的 是啊 就是 因為 其實呢 我想說的 這個世界是沒有真正的公義的 我們可以爭取 但是未必會真正的公義 比如在家庭裏面 就是有很多家庭都有 有些人很暗沉 好 喜歡罵人 無理取鬧 那 就 因為他家庭的地位 大家都好像沒有聲音出這樣 處理不了 那麼 有時候跟他越說 就越 越糟了 那麼 我們當然 我們求神給我們智慧 其實去 能夠處理 但是這個 都必定是 避重就輕 就是 因為當我們一同一個人 一 跟他溝通的時候 變成了 是 對人 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對事不對人 但是人很多時候就不會這樣的 人很多時候就會 對事又對人 那麼當一開始是對事又對人的時候 它就開始會反彈的 所以這個真的在家庭中是需要有這個智慧 如果我們自己是一家之主 那當然是簡單一點 但是就算是一家之主 也有時候未必聽 未必他會聽話 譬如 子女那樣 那些父母 跟兒女說 你讀書 不要經常玩遊戲機 他經常都是這樣做 就是我們是 可以說 很難去完全改變另一個人 那有些人是會聽話 不過 我都相信大家聽過很多故事 就是 家裡有個兒子 又不肯讀書 然後又不肯上班 又呢 在整天在家裡打遊戲 整天呢 日夜倒轉 那就不負責任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個案 因為都有些 當然有 是啊 那麼 那麼問題就是這樣 當有些人 就是可以是我們的卑背 有時候又可以是長輩 有時候長輩是很負責的 就是都很難聊天的 那麼問題就是 當他們不好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不搖恕他和生氣 因為是先處理了自己內心的情緒 然後求神給我們智慧怎麼處理 這個就是那個重點 聖經講的是什麼呢 以善性惡 不要跟惡人作對 就是說我們跟他作對的時候 那個後果是嚴重的 但是當然我們可以有家庭的規則的 譬如那個是悲背 是兒子 那麼當然我們可以說 你不做這些事情 那麼你就在家裡就不可以吃飯了 這個是我們的規則來的 你就要搞定自己的 我們不會幫你的了 那麼這個是 不是錯的 但是呢 他做的時候 可能用一個很憤怒的方法 就令到對方不想改 令到對方更加對立 而我們處理的方法 就是處理的方法和態度 都是會影響那個人 就是會不會聽從我們的提議的 那麼大家能不能夠看到 第一 我們心裡面揚書 讓我們的心平穩安靜 然後我們就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去處理 而不是說呢 哇 所以我就生氣 我天天就鼓起拋棄 我天天就不理他 我天天就說話傷害他 這個就是個要點 我們是否容許他的罪就影響我呢 因為我去找方法處理呢 那麼有些情況呢 是可以用公事公辦的方式的 比如在公司這樣 我們可以找一些公事公辦的方式去處理 但是都是處理的時候 都是不要用憤怒是好的 因為一旦用了憤怒呢 跟著呢 那些同事對立呢 又是很難搞的 這個就是和惡人相處的智慧 那麼你能不能夠明白 接受就是我們首先處理內心 他不好也好 我都要搖說他 我搖說他不代表我縱容他 不過我 我是會有智慧 有柔和的心去找解決的方法 這個就是 我就覺得是 處理人際的問題一定的方法 如果不是呢 不是這樣的時候呢 就是越搞越彎的 就是有些家庭就越搞越彎 就會離家出走 又會打人 就是這些 有些家庭就是會造成這些問題 你有沒有覺得 我回應你 就是你的心裡面能不能夠接受呢 還是你覺得 不是這樣做法呢 就是你可以一樣指出個人的錯 不過呢 可能用一個比較柔和的方法 是 因為我們想他改 我們不是想和他對立 就是如果 如果定了某個佛則就照佛 不過就 就是你罰他都不代表說 你罵他一大生之後才罰 就是譬如說 你如果犯了這件事 你就後果會這樣 如果你他真的犯了 就照佛那件事 但就不需要說 就是 不停地罵他 才罰他 才罰他原本 才罰他原本 大家同意了 那個 判斷 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他說 就算是子女那些 這個可以是這樣的 總之 意思就是說 不要把那件處理事 變成兩個人的針鋒相對 凡是有親針鋒相對 就很難搞的 就是 我想大家都聽過這些故事 有時候一個子女不聽話 爸爸媽媽一個 其實 有些東西中 這樣是不對的 譬如有一個會勸 有一個就很強硬 罵了他 以後都不想理他 那就造成另一種問題 就很對立的 就是那個 跟那個 罵了他那個 罵得很厲害的那個 對立得很厲害 是更加不想改的 因為那個對立的關係 就是有時候 譬如教會都是的 分裂呢 不是一定因為那些人的罪 的程度 而是處理的時候 太強硬 沒有去聆聽他們的感覺 或者需要 就很強硬的處理 就會結果帶來一個很 就是教會分裂 那當然太強硬 那個反彈會比較厲害 是啊 不過我曾經聽 譬如說 我自己小組的組長 就是他都是很資深的 驕徒 他就覺得 就算那些子女做到很離譜 很離譜的事 他說 就是他覺得 都是包容他 那他始終有一天 慢慢慢慢 他就會 好了 這樣 就不會說 就是他不會說 他會說 他會說出自己的子女的錯 他會覺得 如果說出自己的錯 大家就沒有解釋的了 所以 他唯有 就默默地去 祈禱 然後等他有一天 等他自己慢慢改好 我不認同他這個方法 但是這個智慧 譬如 我譬如覺得 譬如說是說子女 父母有一個難的 因為我們很難 去引導父母 父母未必喜歡 接受我們去引導他們 譬如說子女 那我們一樣可以欣賞 他有一些長處 他有一些好的地方 然後就跟他說 其實你都是很有才幹的人 很有能力的人 那你想不想 你將來的前途是更加好呢 那你想你的前途更加好 你會覺得你有些什麼可以做 幫助你的前途更加好呢 這個就是引導了 那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 這件事情 譬如說 我很難忍受到不打機 我看著手機 我就想打機了 我不能夠停止的 這樣 那我們就問他 那你繼續 是這樣打機的時候 你考試又不好成績 那你結果是怎麼樣呢 那你會不會覺得 將來你會承受後果 都很嚴重的 那這個就是 就是跟他引導他 給他看到 還有你的生命很寶貴 就是多一點是正面的 你的生命很寶貴的 當你肯去處理生命的問題的時候 你將來你的生命就可以發揮 如果不是呢 你就會越來越多問題 那你想不想去處理呢 但是有時候最終 那個決定權在他身上 就是事實上有很多 好的基督徒 他的子女 有時候他又不懂得去 從小的時候教導他 結果他的子女就 學壞了 不聽話 就是父母都是愛主的基督徒 但是他的子女搞不成功 沒辦法搞得成功 結果一直有很多問題 就是整個人破壞 甚至有些犯了法 被人抓去坐牢 這些情況都有的 但是有些父母都是不離不棄 一直想幫他 但是都是會讓他知道他所做的錯事 但是又有一個接立的心 那有些真的 但是那個故事結局 就是他們真的 最後那個子女居然又悔改 就是過了很多年之後 他又悔改 他知道以前做錯了 那就是都是有這樣的故事的 那 但是如果是一個傷害性的關係來處理 就肯定是不是一個好的 就是不會帶來一個好的後果 那譬如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有一個爸爸 他就不喜歡一個兒子 又喜歡一個兒子 那他臨死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遺產給了一個兒子 另一個兒子給他一元 他是想羞辱他的 就是說我不喜歡你 你不要 我現在我只給你一元 那 其實他已經死了 那他給他一元有什麼為呢 就是這個羞辱是會令到那個兒子 以後都有一種憤怒 是並不能夠改變他的 那因為世人都是用憤怒來處理事情 結果是越搞越彎 那所以 所以我們 我不贊成 你剛才說有人 就說 他就是這樣了 我不出聲了 但我又不贊成是這樣 不過 是有智慧去說這件事 是真的要學的 OK 我意思是 其實有些人 就是他們所謂愛 我覺得有時候是去了一個 中容 中容 變成了中容 那這個是不對的 就是不應該中的 還有我想去到一個階段 除了他會覺得 就是無限量的愛之外 他會覺得 就是如果你 就是指出他的錯 那日 就是他會不理會 就是他怕那些子女不理會他的 那於是呢 他說 所以他不會這樣正面說 他的子女 有他自己 將來大些 他懂得想的時候 那他會改好了 嗯 因為有些人他不懂得教 就是我們不用去想那些人 因為 有很多人是以為 要麼就是罵 要麼就是中 就是沒有中間的 那我們作為成熟基督徒 我們知道是有中間的位子的 是可以欣賞他 給他 給他 從小到大都知道他是寶貴 還有給他知道他有的長處 他的強項 是寶貴的 你的生命是寶貴的 你想不想你的生命發揮呢 那這也是我們可以用一個正面的方法去幫助他 OK 好 好 我剛才說到罪 處理罪 不同的罪 大家對於處理罪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罪 繼續在罪中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如果在罪中不會改 譬如有些這樣的應該是真實的 譬如天主教有些人是黑手黨的 黑手黨你知道犯法很重要的 是一個很大的犯罪的機構 黑社會 他們會走去神父告解的 他就覺得自己告解了 他就可以得到赦免了 那這個是很錯誤的觀念來的 因為他跟著又再殺人 那這個是有些錯誤的觀念 令到他沒有跟從神的方式 OK 那這個是可以令到人是不得救的 就是如果那個人是繼續殺人 跟著去告解呢 我就覺得肯定是不得救的 肯定是不得救的 就是他那種所謂悔改 他根本是一個表面的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譬如關於處理罪 譬如我們幫助人 建立人的靈命 都是要學習 怎樣處理 幫助一些人提升 他對罪的敏感 還有有力量去對付罪 這樣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我都講一講 對付罪這件事 也都牽涉到那個人的自我價值 還有他管理自己生命的 因為有些人 他是很沒有自我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很沒用 自己很失敗 他覺得自己是沒有用的時候 他就沒有什麼動力去改自己的 沒有什麼動力去改 他也都 有些人很放屁 因為他為什麼呢 他很低沉 他覺得自己沒有用 一個人覺得自己沒有用 覺得自己 或者他有一些負面的想法 經常都覺得人對他不好 那些人很差 當他有這些負面的想法的時候 他是 時時都會被 低沉 埋怨 這些罪影響的 所以我們幫助人處理罪的時候 不是單是 告訴他 怎樣對付罪的 也都是需要跟他建立 他的自我形象 就是說 他是很寶貴的 他是很重要的 神體重他的 神會大大祝福他的 他聽神的話 神會提升他的生命的 就是他是需要明白這些真理 明白神很愛他 他是寶貴的 而對付罪並不是難約登天的 還有有時候人的習慣 譬如 譬如有些人 有手機人 玩遊戲機的人 那他是有個習慣 他習慣是什麼呢 無所事事 沒有什麼正經事做 他只能走過頭 看到他的手機 就不停滑 就不停滑 就是根本他的人心 沒有什麼目標 那所以呢 他 看到手機就不停滑 他就根本控制不了 他一玩遊戲 他沒有一個心 我一直玩下去 就會 我就會沒有力量做任何事情 讀書什麼都會不成功 他沒有這種心 於是他呢 就很難對付罪 因為他有這個習慣 或者有些人呢 他的習慣就是 經常都想人的不好 經常都埋怨 那麼他的習慣呢 就是 一看到什麼事情 總是想負面的 總是想 有些人不喜歡我 有些人生氣我 有些人不好 有些人很壞 這個世界不公平 總是會有這些的 思維上的習慣 他的習慣呢 是很難改的 因為他 他已經是 幾十年都是這樣的 時事都是覺得 人不好的 人對他不好的 不公平的 那麼這個世界的確 是不公平的 那麼 但是我們都是可以學習 建立和人的關係啊 和人關係不好的人 是很容易在最終的 所以 處理罪 也包括了 處理他 內心世界 他的自我形象 處理他和人的關係 處理他處事的能力 如果他處事的能力沒有呢 那麼他做什麼工呢 被人炒猶豫 他做什麼事情都失敗呢 那麼他又會很低沉 是會有很多煩惱的 就是一個人的生命的問題呢 是 不是一件事的 是很多事情 就是有些人的生命呢 是很多事情都 好像很破壞了 已經是 但是 每一件事都處理不了的 那時候呢 他是很容易陷在最終 他很容易在那裡 低沉自怨自毅 在那裡很煩惱 在那裡發猛症 生氣人 就是這些負面的 全部都走出來的 因為他整個生命都是破壞了 那麼可以說呢 他的生命被魔鬼偷竊了 已經 就是魔鬼已經偷了他生命的大部分 他都沒有能力去正面處理他的生命的問題 他只是 習慣就是煩惱 或者是在那裡磨時間 無所事事 在那裡睡覺 在那裡玩遊戲機 就是只是做這樣的事情 在他生命裡面呢 根本是失控的 完全被魔鬼偷竊殺害毀壞 也都被他的情緒 偷竊殺害毀壞 他的情緒控制了他 他已經沒有了自主權了 他的情緒是掌管他的自主的 那麼這些都是 建立人的生命 讓他能夠對付水 那這方面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 譬如你發覺自己 或者某些人你所認識的 那麼他們呢 就 那個自我形象很低 處事的能力很低 所以代人節物的能力很低 結果呢 整個生命很破碎 那麼 的確是很難的 幫這些人是很難的 因為他 他習慣了 還有他呢 有時候他拒絕 拒絕接受幫助的 那麼 其實每一個人 他肯不肯改 都是他 他自己一定要願意的 那麼我們可以引導他 我們可以幫他經歷聖靈 讓他有能力 有動力 但是呢 最終都是他選擇的 有些人是 他是難以改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選擇了 他覺得自己沒有用 他選擇了 他不喜歡跟人交往 他選擇了會生氣人 數算人的不好 那時候呢 他是沒有能力對付罪 那所以我們幫人的時候 都是真的 是整個生命的重整 大家這方面有沒有 分享 或者你覺得困難 或者你覺得成功的地方 或者你幫一個人 啊 怎樣幫這個人呢 啊 他真的 很難 整個生命好像很破壞 很難幫他 那你可以 可以說出來的 OK 如果沒有的時候呢 我們就祈禱一下 我們祈禱求主耶穌幫助 我們 真是憎恨罪 深信罪的破壞性 深信 得到神的祝福是最好的 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我們可以靠耶穌得勝的 任何的罪 有些人說到有些罪很難處理 其實通常都幾樣 情緒 有些人覺得情緒很難處理 因為什麼事就馬上很難處理 情慾 譬如有些人看色情網 或者經常想女生 或者經常想結婚 不停連悉 也都在捆疼 的 情緒很生氣 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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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人 都在吐癮 真的很難 失控喝酒 情緒失控、罵人 這些都是很難處理的事情 因為神有能力的問題是他不肯聽話 所以最終是他肯不肯悔改 被神去改變 有時候有些人說我想信耶穌 譬如他真的在罪中有很多困難 我們就帶他信耶穌 譬如說譬如說 我們有自由、有平安 可以脫離罪的困難 譬如有些人真的整個生命都破壞了 因為他喝酒 因為他罵人 所以那些家人都離開他了 沒有朋友 沒有工作 因為那些人跟他相處得久 都很辛苦 結果就炒魷魚了 整個生命都破壞了 他現在想找耶穌幫助 我覺得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幫他經歷聖靈 讓他知道 你經歷聖靈 你可以有平安、輕省、喜樂、力量 就可以幫助你面對這些罪的問題 也幫他重整生命 重整人際的關係 譬如在教會的群體 我們有些人關心他 但是這個關心又不能夠無限量 有時候有些人就期望無限量的關心 這是不可能的 那是怎樣能夠去幫他自己 去關心人 去參與、去幫助一些人 有時候他幫助一些人 他就會懂得去突破自己 如果他經常接受人幫助 有時候他就會覺得 別人經常都對他不夠好 但如果他去幫助一些人 知道人人都有問題 那他可能能夠 慢慢建立跟別人的關係 也有一些支持系統 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需要支持的系統 就是有些弟兄姊妹 可以對他有支持 還有他從神得到支持 那他有力量、有動力去改 去處理他的生命 可以生命提升 那這樣東西是 肯聽神話的人是可以改變的 那有些不肯聽神的話 只是希望一次祈禱就搞定 是不會發生的 一定是需要他肯給神去改變 改變的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如果沒有我們就祈禱了 好 我們一起祈禱 親愛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聖結的神 聖結真的很美麗 在天堂是充滿聖結 天堂很美麗 天堂沒有人吵架 天堂沒有罪 天堂沒有煩惱 天堂沒有負面的情緒 主耶穌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聖結的 聖結是美麗的 天堂是美麗的 求主幫助我們看到 耶穌拯救我們 射免我們罪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而我們知道繼續犯罪 是會破壞我們的生命 我們就求主耶穌射免我們的罪 我們真心悔改 我們想回 我們曾經被情緒影響 我們曾經生氣人 不饒恕 我們就 求主幫助我們去看出 那些傷害我們的人 其實他們都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他們會傷害我們 我們就看出他們 其實他們都很慘的 我們就饒恕他們 求主祝福他們 求主幫助我們去 他們有一個饒恕的心 能夠對他們的問題放手 接受人都是罪人 人都是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會傷害人的 所以我呢 不需要去生氣他 我接受人都是有罪性的 求主幫助我們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在耶穌裡面有平安有喜樂 有人生的意義 在神裡面尋找到人生的意義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聽神話 神就歡喜了 神就喜悅 神就祝福 神就提升我們整個生命 主耶穌我們需要你 我們多謝讚美你 我們跟從神是最好的 我們遵從神是最好的 我們的生命就會平安起落 不再有罪的控訴 在罪中呢 其實是辛苦的 因為會不斷有罪的控訴 會整個人覺得很內疚 很乏力 跟神的關係永遠都是不好 這樣的時候是很辛苦的 求主幫助我們 看到神你的美善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耶穌真好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你的補血 射免我們一切的罪 人暴血我得結正 人暴血我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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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全那九屬地堅制 成全那九屬地堅制 多謝耶穌耶穌 恩寶血我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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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神親近神 神跟我們一起 去提醒我們 我們多謝主 有神萬事足 有耶穌 我們就歡喜快樂 哈利路亞 求主幫我們整個人 因為耶穌而歡喜快樂 因為耶穌而開心 得力 哈利路亞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我得重生 真奇妙 哈哈 多謝天父啊 耶穌真奇妙 有耶穌萬事足 耶穌就幫我們離開罪 我們就 求主幫我們深信 罪必然帶來破壞 任何的罪 幾微小的罪都帶來破壞 求主幫助我們 靠耶穌得性有緣 靠耶穌得性 事事歡喜快樂 時事開開心心 因為神體重我們 我們的生命是寶貴的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神重整我們的生命 主耶穌求你幫我們 重整我們的自我形象 重整我們的情緒 重整我們和人的關係 幫助我們怎樣 建立和人的關係 去關心人 去幫助人 去祝福人 讓我們整個生命是有目的的 有意義的 也都幫助我們和人相處 能夠有好的關係 能夠懂得去關心人 懂得和人溝通 懂得處理人的問題 求主給我們聰明智慧 賜給我們內心 忍耐的心 幫助我們去處理人的問題 幫助我們成長 靠耶穌得性 整個人的生命重建 不要被罪破壞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多謝耶穌的大恩 多謝耶穌的大愛 有神萬事足 有耶穌真好 有聖靈 追住在心中真好 我們有神追住在心中 我們的生命就可以一步步改變 感謝天父 寶寶神聆 求主更新我們 善靠四靈 重滿我心 善靠四靈 饋放我 善靠四靈 用花我心 恨求生命,软化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 恨求生命,冲满我心,恨求生命,释放我。 恨求生命,冲满我心,恨求生命,改变我。 主求你帮我们活出这个神的喜乐,而有圣结的生命,帮助我们处理生命中任何的垃圾,帮助我们活得开开心心, 时时祝福人,圣结就是爱神爱人,时时与人有好的关系,与神有好的关系。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天父一定祝福那些亲近他的人,主是我们亲近你,你一定祝福我们的。 求主加力给我们,多谢主,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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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